抛空三千萬遭起訴 吳宗憲恐關十年 綜藝天王吳宗憲 這次麻煩可大了 2008年他赤資三千多萬 取得阿爾發光子科技公司半數股權 並擔任董事長 卻被檢調查出 他和好友聯名行動科技董事長許豐洋 2009年簽約 由聯名向阿爾發購買60萬片LED產品 聯名還預付6千萬的本票 吳宗憲拿走其中兩張 合計4千萬本票 向醫師朋友借款4千萬 票據到期 吳宗憲會2750萬回聯名 本少的1250萬 則由聯名自行戀付 許豐洋則拿剩下2000萬本票 去提領 農為適用 後來合約取消 許豐洋怕東窗事發 向人借款3000萬 在以吳宗憲歸還預付款名義 歸為聯名 吳宗憲去年接受偵訊時 調調不可能犯罪 什麼事物來的直接 我覺得你什麼事物來的 吳宗憲啦 可以不調查啦 可以喝調查 你這個就好 我都沒什麼可以說的 講那麼久 從9.50講到那麼久了 聊天嘛 都聊天什麼 好啦好啦 謝謝 但檢調認定 他和許豐洋 也所操控聯名 3250萬資產 昨天依最重可處 十年徒刑的 證券交易法 也無侵占冷罪 將吳宗憲起訴 但因不是主謀 未被求刑 許豐洋則被求處 15年重刑 由於吳宗憲 曾發誓 作有犯罪 就推出異能界 隱居圈不少人 希望他不要離開 粉絲也選擇立體 相信他的清白 中文新聞 眾多報導 我感動的 這麼難可 不妙